各位观众 欢迎大家来收看我的频道 《欧嘴日记》 《欧嘴日记》的第一集 叫做 Bottenwood 退休 走佬去大马 分成 MM2H 大家听到一个这么长的片名 应该都估到 这一系列的视频 我打算跟大家分享些什么的内容 但是在分享内容之前 我希望跟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我要拍这些视频 其实我是有三大目的的 第一个目的就是 我退休三年了 现在最多的是时间 我希望在不同的范畴领域 找到一些新的兴趣 学一下人做YouTuber 拍片 剪片 配合我 这些都是我的新兴趣 第二个目的就是 我希望我未来的孙子 孙女 可以看到我19年和19年之后的生活 怎样的 那我相信 很快在一年 最多两年松一点 我就应该做外公的了 而第三个目的 就是比较沉重一点 香港最近发生的大事 令到很多原本打算在香港退休的退休人士 又令到很多年轻的家庭 打算带着他们的子女 离开香港 一个我们曾经叫做落土的地方 而马来西亚呢 是他们其中一个考虑 移居的地方 我自己呢 在17年呢 在一个机缘巧合的机会之下呢 就来到马来西亚考察 去了 吉隆坡 去了 庭城 我在庭城 住了三个礼拜 这三个礼拜呢 我住了不同的区域 每个区域 我住最少 三万 最后我觉得呢 庭城 可以是我 一个退休的考虑地方 又 很巧的情况之下呢 被我遇到 MM2H的 Agent 然后我才知道 原来马来西亚呢 是有第二家园 一个计划 那我决定立刻申请 只是用了五个月的时间呢 我就已经拿了这个 批核 那就开始呢 在槟城居住 那直到现在呢 19年的6月左右呢 我已经呢 是住了 两年了 那在这一系列的视频呢 我打算呢 跟大家分享呢 一些呢 大家没那么容易找到的资讯 例如 你在网上容易找到的 MM2H 有什么资格 才可以申请呀 MM2H申请的方法是怎样呀 那个procedure是怎样呀 这些呢 在网上大家都容易找到的 那我就不打算呢 跟大家说了 我跟大家分享的呢 反而是大家 没那么容易看到的东西 又或者是没有那么容易在网上找到的东西 举个例子 很多香港人 在移居之前 都考虑 买楼 不买楼 买车 不买车 好了 租屋 不租屋 如果 你有心目之中的楼盘 其中一个 大家未必一定会考虑 买楼书 亦都不会跟大家说的 就是 在附近 有没有清真寺 而 距离你这个目标的大厦 的清真寺有多远呢 其实是会影响到 你的选择的 又例如 有车 没有车 对于你平时生活的舒适度 究竟是怎样呢 这些 都未必在网上呢 那么容易呢 找到一些分享的 又例如 我自己很喜欢吃烧肉的 在槟城 哪一个街市 街市里面 哪一档烧肉 才是最美呢 那这些 资讯呢 我都会跟大家呢 是一日分享的 如果大家想了解多些 高吞乌 是一个 什么的人呢 大家 可以尝试 下载 2019年 第502期 香港信报的信报月刊 是有 我一个 访问 里面 我将我的很多感受呢 是说了给记者 听 而这一个 访问呢 是被马来西亚的主流传媒呢 是传绝过 亦在网上呢 是报道过的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你会先 初步了解呢 你打算退休的地方呢 有些什么 的特点 好了 这一集呢 大约呢 就是这样了 那我希望呢 以后仍有第2第3 更多集 其实呢 就是说 如果我录制的视频的内容 对大家有 小小的帮助 对你 预备考虑 离开香港 申请这个 MM2H 离开香港 又或者你已经申请着 又或者你已经 是来了马来西亚 开始生活的 我所 说的内容 是令到你的生活上 更加方便 更加有用呢 这个呢 将会是我 最大的鼓舞 亦都是 对我来说呢 是最大的 回报 好了 第1集 暂时是这样 希望大家继续 收看第2 第3集 多谢各位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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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